朱璇今年40岁 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胸部由于母乳未养 已经有些下垂 但身材还算风雨火辣 他和老公的房事早就失去了激情 就算下载日本动作片和老公一起观看 也激不起老公的兴趣 机缘巧合之下 朱璇加入了一个交换的俱乐部 只需去参加一个别墅party 就能得到很丰厚的回报 朱璇瞒着老公 想去体验一次 顺便赚些外快 没想到 大家好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朱璇和老公结婚九年 熬过了七年之痒 两人的感情还不错 孩子也撕碎了 住在姥姥和姥爷那边 有老人接送 周末才和他们一起 家里老人一直想让他们生二胎 所以很少来干扰他们的生活 朱璇在单位上班 每天都是枯燥的工作 好在是事业单位 只要不想削尖了脑袋上爬 没人拔你怎么样 老公是小学老师 还是班主任 工作要累得多 每天一早就出门 傍晚七八点钟才到家 有时候周末都不能歇 学校要开会 或者七七八八的班务 因为工作 朱璇和老公的房事 早就失去了激情 每个星期一到两次 例行公事 每次完事后 我看我的手机 他看他的朋友圈 两人再无交集 可偏偏朱璇就正好四十多岁 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又怎会满足于当下的生活 朱璇生孩子是剖腹产的 腹部一条刀疤还很显眼 胸部由于母乳未养 已经有些下垂 不过肌肤还算白皙 又因为经常做瑜伽的缘故 所以身材并没有走样 但他老公对他的身体 已经失去了兴趣 有时候看到他光着身子 从浴室里出来 就像在电梯里 看到其他女人那样 没有半点想法 这让朱璇很是恼火 但又无可奈何 毕竟两个人实在太熟悉了 为让他老公在做房事上更有兴趣 朱璇开始在网上寻找刺激 偶尔下载一些日本生活片 想和老公激情一下 可是他老公毕竟是个老师 还是个班主任 所以对这些有些抗拒 嘴里还受恶心 在朱璇的再三恳求下 他老公总算学着小电影里的男主 去做各种姿势 也慢慢学着去让朱璇更舒服 但这些也只是杯水车薪 反而让朱璇更加渴求男人的温暖 在机缘巧合下 朱璇在QQ上和一个女人聊天 她叫张倩 今年36岁 是一个单位的小领导 也是遇到同样乏味的夫妻生活 她的丈夫也同样对她失去了兴趣 后来也是碰巧加入到一个交换的俱乐部 终于找到了人生的趣味 满足了她的空虚与寂寞 朱璇和张倩聊了一段时间 聊天中张倩向朱璇表示 邀请她跟自己去参加一次 还发来她在那晚会上认识的男的死长 身材都很不错 属于较为有肌肉型的 而且看着都是成功人士 并且张倩还说 能参加这种宴会的男人 一般都是手里有些钱的 我们去一次 人家不会亏待我们的 上次有个女生 一碗就拿了一万多块 回去就买了个新的LV的包包 听到这 朱璇有点心动 因为她家里也确实好久 没有置换新的家具了 但朱璇还是没有立即答应她 只说过一段时间再说 因为她想再跟她老公 好好再尝试尝试 不想就这么轻易地背叛她 朱璇曾有意无意地 向她老公透露过 她想去参加一些 比较开放的晚会 虽然她老公也说可以 不过朱璇还是担心 真要去的时候 她老公会拦着不同意 会伤及夫妻之间的感情 所以很苦恼 但就在这两天 朱璇老公有几次 也和她聊他们学校的那些私密事 说某某男教师和女老师去开宾馆 被人发现了 还说某个男老师和女学生怎么的 其实朱璇早就听闻 她老公和她班里的某些女同学 有些不甘不敬的关系 有一次还在办公室里被人看见 但朱璇不愿去追究 闹起来对两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如果最后离婚的话 孩子还这么小 会伤害孩子又小的心灵 因此朱璇把网络上聊天的事情告诉她老公了 本来以为她会生气 会大骂她是个淫妇 谁知她不以为然 好像早就知道朱璇会这样一样 甚至还鼓励朱璇去试试 不要因为她就这样放弃这个机会 有了老公的支持 朱璇怀着猎奇的心理 和张倩通过多次交流 互相取得信任后 就只用等着张倩来给她安排 因为不同的晚会 需要的女伴也不一样 所以这也还需要些时间 才能参加得上 那天 她接到了张倩的电话 张倩说 现在呢 我们有个计划 去参加一个别墅party 需要一些成熟有韵味的少妇 去活跃一下气氛 我可第一时间就找了你 可是朱璇也不是刚出社会 要知道世界上不会有掉线柄的事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张倩肯定也是要给好处的 但是 这件事是她先去找人家帮忙的 而且错过这次机会 下次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朱璇有点犹豫 说 倩姐 这没得商量吗 我结了婚还生了孩子 别人看我这种不会有兴趣的 听到她这样讲 张倩在电话那边说 你不自己说 想参加刺激一点的吗 而且这也是个补贴家用的机会 那些人都是社会精英 不会做出啥出格的事的 他们也只是来找刺激的 而且 事后他们给的报酬都不会少的 去年有个姐妹就参加了一次 回去后 卡里就多了好几十万呢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老板 出手也阔绰得很 最后给了我三万 令我开心了好几天 这种晚会只要你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告诉我 我在交给那边 所有的伙食费 路费 住宿费都有人安排的 按照他们的规矩 去指定地点接头 然后就会有专门的人送我们去的 听了她这话 朱璇也放下心来 然后就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告诉了她 过了几天 朱璇就接到倩姐的电话 说明天动身 让她准备一下 然后朱璇就去找上级领导请假 说老家有点事 需要回去几天 第二天 就有人开车来朱璇家接她 一车子直接拉到浦东机场 同行一共有四个人 包括打电话给她的那个张倩 随后坐飞机到达三亚 同样有车街 直接去了酒店 两人一间房子标间 倩姐告诉她 晚会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了 到时候要放开一点 别忘了是来寻求刺激的 没必要扭扭捏捏 两人洗完澡 倩姐穿了一套情趣内衣 只穿上一身身边的礼服 腿上是诱惑的黑丝 朱璇则换上一身白色的JK裙 穿的还是比较青春 化妆的时候 化了个浓妆 还戴了日抛 晚上七点多 倩姐接到电话 说车子来了 两人出了门 和另外几个人一起走出酒店 外面两辆马沙拉地 领头的是一个看起来很凶的男的 手上纹着纹身 看她样子 应该是在黑道混的 上了车之后 倩姐趴在朱璇的耳边说 到了那里 我也没啥能帮你的 你就记住 听他们的话 放开点 别惹他们生气就行 朱璇看了张倩一眼 点了点头 说好 我到时候给自己灌醉就好 就一眨眼的功夫 车子就开到了一处度假山庄 在这里最中心的地方 有着一栋硕大别墅 那里金碧辉煌 应该就是此行的目的地了 果然 车最后停在了别墅门口 刚开车的人给他们把车门打开 等他们全下了车 就又开着车走了 朱璇就跟在张倩身边 与他一起走进别墅 这栋别墅大得很 总共有四层 大厅里站着六个男人 都是三十来岁的样子 其中还有一个人金发碧眼 看样子是老外 他们手上带着都是劳力士 一看就是有钱人 旁边的餐桌上 摆着各种各样的吃的 各种名贵的酒 稀奇的海鲜和珍稀的水果等等 都是只有在高档的餐厅 才可以见到的高端的食物 在他们家那边 不说吃 就连件都好多没见过 这些都是有钱人 才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满头都染成了红色的男人 朝着众人走来 说小倩 咱们终于又见面了 上次的感觉 我可但现在还在回味呢 朱玄这才明白他是来迎接张倩的 倩姐走向前抱住了那个男人 往他脸上亲了一口 男人扭头 举起手里的红酒 大声说 今晚的消费都是我买单 大家随便玩 男人随后又用英语附述了一遍刚才的话 这让洋人满脸开心 激动的连喊 nice 这时 那个男人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张倩身上 不知道俩人说了什么 那个男人不管别人 拥着倩姐 直接到楼上的一间房间去了 这时另一个瓜子脸的男人 上前对着众人说 各位 刚来饿了吧 大家先尝尝这些美食 等你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做游戏 从坐上飞机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还没吃任何东西 听到这话 几个女的也不在矜持 每人拿了个盘子 就自己给自己端了些吃的 朱玄给自己拿了一点三文鱼刺生和黑松露 还倒了一杯葡萄酒 还有一点西瓜 这时 瓜子脸的男人朝着他走了过来 坐在朱玄的身边 笑着说 小姐 我在你身上感觉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不介意的话 可以认识一下吗 你可以叫我李先生 朱玄看了他一眼 说 不一样 李先生 真巧 我也觉得你跟别的男的 也不一样呢 要是不信的话 那你可以去找我别的姐妹聊聊了 李先生黑黑一笑 说 我怎么会不信呢 对了 这酒咋样 这可是来自风和日丽的阿尔河 是我在德国的葡萄园产出的 就这小小的一杯 放外面卖 可就要一个W呢 朱玄说 才这么一点啊 我要喝就要喝得你破产 李先生说 哈哈哈 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的酒量了 朱玄拿起那杯酒 直接把一杯全干了 看到这种把葡萄酒当白开水的动作 让李先生有些惊呆了 喝葡萄酒要慢慢细品的 哪有这么当水喝的 很快 在朱玄的操作下 四杯葡萄酒就已经被他喝下了肚 朱玄朝着李先生那边哈了一口气 李先生拔脸往前一凑 贪婪的闻了闻 酒气在美女嘴里转了一圈再出来 就是比平时要香些 其实朱玄并非为了喝这什么名贵的葡萄酒 正如她之前所说 她只是为了让自己放得更开些 刚来的时候 倩姐就已经跟她说了 要把自己放开点 好好享受其中 这就代表她要彻底忘记她的身份 忘记她有老公 但是还是会有羞耻感 只有不断地给自己灌酒 才能把这种羞耻感用酒精去麻醉 看大家都慢慢放下了手里的盘子 李先生举起手里的酒说 各位 现在正系开始 开始我们的游戏 大家展示展示自己的身材吧 展示展示身材 那不就是要脱掉自己的衣服 在这种地方让所有人看吗 有个女生咬了咬牙 慢慢地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 有人带头 其他几个姐妹 也陆陆续续开始脱下衣服 我咬了咬牙 也开始脱衣服 周围的男人手里拿着红酒 就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表演 眼睛开始兴奋起来 朱玄以前学过舞蹈 当即闭上眼睛 感觉自己在舞台上 做了几个基本的舞蹈动作 让自己的身材优势展露无遗 这时李先生看着朱玄 忽然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 嗯 身材不错 走 先陪着我洗一个鸳鸯浴 朱玄正打算拒绝 但想到自己就是来寻求刺激的 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朱玄就跟他一起走进了别墅的 一间房间的浴室里 朱玄刚进浴室 李先生就站着不动了 当朱玄疑惑时 他说道 还站着干嘛 赶紧过来给我脱衣服 朱玄一愣 又立刻反应过来 慢慢走上前去 当他衬衫的扣子一粒一粒解开 看着他长满了黑色毛发的胸膛和那个大肚腩 朱玄心中不由地泛起一阵阵恶心 就在这时 李先生的大手却覆盖了朱玄胸前的饱满 朱玄心中一惊 正想把他手推开 却立刻反应过来 如果这时候把他手推开 他一定会生气的 到时候说不定我还会被赶下船 因此朱玄也就没说什么 任他摆布了 见朱玄没有反应 李先生愈发放肆起来 两只手不断地变换造型 朱玄感觉到一阵阵火热 从他的身体传出 就在这时李先生又发话了 怎么光脱上衣 把我的裤子也给脱了 朱玄抬头看见他那不容置疑的眼神 又默默解开了他腰上的皮带 然后慢慢地将他的裤子脱下 从始至终 朱玄都不敢直视那个小帐篷 他只觉得他的脸发烫得很 就在这时 李先生又突然向前两步 几乎要把小帐篷顶到朱玄的脸上 朱玄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他立马说道 李先生 水已经放好了 衣服已经脱好了 我们先进去吧 李先生看了看朱玄 点了点头 像是很满意他的表现 然后慢慢走进了浴缸 随后他向他招了招手 说你先到我后面 来给我搓一搓背吧 朱玄不敢反抗 默默走进了浴缸 然后拿起了一块毛巾 慢慢地给他擦拭起来 随着朱玄的手指 在他的背上不经意地触碰 李先生的脸上也愈发享受 但他好像还不是很满足 他回头看了朱玄一眼 然后说 朱小姐呢 有些你天生就有的优势 你要学会利用啊 别荒废了这一天赋 听了他这话 朱玄的脸疼得一红 看了看朱玄的山峰 想起了以后的荣华富贵 为了之后的好日子 这不算什么 随后朱玄主动又上前两步 当自己胸前的饱满 紧紧地贴在李先生的背上 双手从李先生腋下穿过 李先生后背我给你擦好了 我来给您擦擦前面吧 李先生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哈哈大笑道 朱小姐啊 我就喜欢你这种聪明伶俐的人 听得尽劝 不错不错 朱玄强忍心中的不是 附和着说道 这不都是您提醒的好吗 随后又准备再加一把火 两只手慢慢地 从李先生的腰间向下滑去 当朱玄的手 即将碰到那座小帐篷时 李先生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朱小姐呢 要不说你还是差点火候呢 还不够稳重啊 饭要慢慢吃 我们之后有的是时间 别这么急 听了他这话 朱玄脸上顿时一红 不仅是因为他看穿了我的想法 也是知道了待会会发生什么 想到这 朱玄也彻底放开了心 既然已经选择来了 那就既来之责安之吧 随后 更卖力地替李先生清洗身体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李先生慢慢站起身 对朱玄打量了好一番 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行 接下来你给自己好好洗洗 我在房间慢慢等你 朱玄避开他的视线 也点了点头 等李先生出去后 朱玄慢慢用清水擦洗着身体 想着刚才李先生对自己的小动作 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身体又是一阵火热 但为了好日子 人人也就过去了 然后朱玄立马站起身 可不能让李先生等太久 擦干身体裹了一件睡袍就出去了 等朱玄走进房间 李先生已经躺在了床上 桌子上还放着 已经被打开了的背X墙 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药 看着比刚才还要大的帐篷 朱玄整个人浑身发烫 这时候李先生说 朱小姐 要主动把握机会呀 朱玄听了这话 鼓起勇气 解开了睡衣的结 慢慢地坐上了李先生的床 然后抚在了他的身体上 正当朱玄打算做些什么时 班李先生却翻身将朱玄 直接压在了身下 随后 他从旁边的抽屉里 拿出两副手铐 说要玩 我们就玩点刺激的 那种平常的早就玩腻了 随后还没等朱玄说什么 就将朱玄的两只手 牢牢地靠在了床头的两根柱子上 朱玄两只手用力一正 却发现根本正不开 他整个人就如同一个大字一样 被摊开在了床上 身上的每个地方都被李先生一览无遗 我感到十分羞耻 却又没有办法反抗 李先生站在床边 眼睛打亮着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 像在打亮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眼里满是赞赏 似乎对他十分满意 然后他又从旁边的柜子中 拿出了一副眼罩 慢慢地将那个戴在了他的头上 朱玄眼前顿时只剩下一片黑暗 随后 他的一双大手 就开始在朱玄的身上游走 他什么也看不见 所以身体上的感觉就更加明显 他感到害怕 但却也更加兴奋 逐渐被兴奋冲昏头脑 一个小时之后 整个房间里只剩下重重的喘息声 朱玄累了 他想要休息 他恳求道 李先生 帮我把眼罩摘了 把手铐打开吧 让我好好地躺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却不料他一改之前的谦逊有理 反而哈哈大笑道 休息 现在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就是条狗 我没说休息谁准你休息的 然后重重地一巴掌摔在他的脸上 顿时他感受到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 他整个人也被打得头晕眼丈 在这时 朱玄突然听见了房门打开的声音 然后他就听到了一串英语 是那个洋人 他怎么来了 这时他突然想到 我整个人还光溜溜地被绑在床上 不管是谁进来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他顿时感到更加羞耻 这时他突然又听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声音 刚才进来的不止那个洋人 还有一个男人 所以现在有三个男人正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的身体 他就像案板上的鱼肉一样 任他们宰割 随后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朱玄只听见一阵关门声 然后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 正当朱玄以为他们都走了的时候 四只大手却突然触碰到了朱玄的身体 还有两个男人在这个房间 他不知道是谁 他也不想知道是谁 他只知道上贼传容易下贼传难 此时 朱玄的内心已经充满了懊悔 眼泪也逐渐从眼角滑落 随后不管他们做什么 朱玄都认他们摆布 不知过了多久 朱玄从昏迷中醒来 眼前还是一片漆黑 整个房间里安静的 仿佛能听见真调地上的声音 朱玄感到十分恐惧害怕 他后悔了他想回去了 就在这时 朱玄又听见了开门的声音 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又害怕起来 不知道他又会对自己做什么 这是朱玄眼前一片光明 刺眼的光照的朱玄睁不开眼 他把他的眼罩取下来了 朱玄尽力瞪大双眼仔细一看 来的正是李先生 他将朱玄眼罩丢在一旁 随后打开柜子 拿出了一个皮套跟一根链子 然后将皮套套在朱玄脖子上 将链子拴在皮套上 又打开朱玄的手铐 拉着那根链子就把朱玄往外拽 朱玄正站起来才走两步 他呼的转身 对着朱玄肚子猛踹一脚 朱玄顿时整个人疼得瘫倒在地 谁允许你走的 我说了你是狗 狗就得乖乖爬 然后他又猛的一拽链子 朱玄整个人反抗不了他 只得乖乖听他的话 在地上爬行起来 爬了好一段时间 李维逐渐热闹起来 刚才的那群男人又聚在了一起 而刚才的姐妹们 则全都跟朱玄一样 脖子上拴着皮带 被人用链子牵着 朱玄感觉路过的每一个人 眼睛都鄙夷地看着自己 他的自尊 他的廉耻在这一刻被摧毁得荡然无存 他努力低着头 不让他们看清他的脸 朱玄只想着赶紧结束这一切 然后李先生把朱玄牵到了大厅里 这里已经陆陆续续来了好几个人 他们穿着西装拿着红酒 身世风度尽显无疑 只是每个人的旁边都有一根链子 就在这时李先生说 各位 既然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那游戏开始吧 接着 众人开始一阵欢呼 朱玄心中却又有了不好的预感 一直到第二天清晨 游戏才结束 回想起这个晚上自己所经历的事 朱玄忽然发现 就算让他在大街上裸奔 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的自尊 他的廉耻在昨天晚上 被粉碎得干干净净 朱玄现在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再也不回来了 幸运的是 他们中午就可以走了 朱玄被解开皮套扔在了房间里 他艰难地爬起身 慢慢走进厕所 用水不断地擦洗着身体 希望能带走昨晚的肮脏 到了中午 他们几个姐妹穿着刚来的衣服 坐上了一辆来接他们的车 车上也坐着四五个 与他们一样的年轻女孩 他们的眼里是对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跟朱玄刚来时一样 只是朱玄现在眼里已经没了光 等回到家之后 朱玄的卡里已经多了一百万 他辞掉了单位的工作 选择去了回老家开了一家花店 无论他老公怎么问他 他都没有讲出半点事情的经过 就让鲜花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罪恶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